Hello,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这堂课我们就一起来玩一下事件 OK,我们来看一下在TK-Inter里面事件是怎么样来玩的 我们先说一下关于事件的分类好吗 我们说在TK-Inter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些GUI库 它的这个事件的分类是怎么样去分的呢 实际上我们大概会分这样几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button 就是我们的鼠标click啊什么的 就可以click啊 然后鼠标啊 还有键盘的这样的一些点击事件啊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状态 状态的这样一些事件 比方说我现在这个按钮 我到底是移进呢 还是移出呢 所以有这样一个状态的这样一个事件 第三种是我们的窗体事件 就比方说你的窗体的关闭啊 对不对 获取窗体的这个巨饼啊等等 这三种事件 而在这个里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也有三种方式去实现我们的这个事件 第一种就是我们通过command 比方我们的这个button按钮 它里面会有一个配置就叫command 然后后面等于一个回到函数 这种方式前面也给大家去演练过 对吧 待会我还会再给大家演练一下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 是通过一个绑定啊 bend 然后通过一个绑定的方式去绑定我们的具体的这样一个事件 待会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三种是通过一个协议protocol 这样一个协议去绑定就是跟我们去监听什么呢 去监听我们的这个窗口的这样的一个啊 管理和窗体窗体的这样一些改变啊 所以是所以其实这些事件都是按钮级的 而这个事件其实有点是系统级的啊 窗体级也就是系统级的 所以这三种怎么分别怎么样去玩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 比方说你有一个python文件 OK 然后叫event OK 好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是引用一下tkenter import新 那么之前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玩法吗 就是root一个tk 对吧 然后我做一个button好了 对吧 这个button等于button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text等于hello 然后呢 它还可能会有一个command 这个command就等于一个回调函数 比方说叫button1click 好 举个例子 就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我当然可以去定义一下这个回调函数 button1click 好 sorry 然后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就给它去定义好了 那么定义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我可以可传餐 可不传餐的 然后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我比方说最一个最简单的 buttonclick的 就这么一个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回调的这个函数的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pack 然后呢 我们root一个mainloop 这些大家都会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这就有一个按钮 对吧 我们把这个稍微放大一点 这就是这个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就实现了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这种就是最简单的一种事件的这个实现 但是通过comment的这个回调 它是有限制的 比方说label 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就没有这样一个config在里面 所以就没法用 那么所以我们就用绑定 绑定事件的这个方式 那么到底能够绑定哪些事件呢 我们待会会给大家说一下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去实现 好吗 我们先去看一下怎么去实现 那同样的是这段代码 我们来给它做一个修改 我再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叫一个callback 回调 ok 里面传一个event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event实际上也是有一个tk的这样一个event类 当然这个既然是类 它一定是会有一些事件相关的属性 比方说到底你点击了哪个地方啊 对不对 还有你是什么样一个动作啊 等等等等 那这个回头我们去官网查一下 就一目了然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形式 我在这儿给它定义一下 我把当前的 我看 我在我先不用 我先不去实现它 我定一个frame 然后这个frame呢 这个写法大家都很清楚啊 frame实际上就是一个容器啊 就是一个容器 就是一个内部的这样一个一段容器 那么它的宽度 比方说等于100height 也等于height也等于100啊 然后我给它进行一个绑定 诶 怎么键盘键盘怎么了 我刚才键盘有点死掉了啊 好我们给它做一个绑定 绑定谁呢 绑定谁呢 我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按说是应该绑定我们的callback 对不对 但是前提就是什么呢 你到底是什么事件 比方说我这样子来写 button-1 用一个监控号给它扩起来 这个就代表左键点击啊 然后后面的它的调用函数是callback 调用的是callback 好 这样绑定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我同样的一个frame的pack 显示 然后root-main-loop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实现它了 对不对 我是也打一个最简单的吧 嗯 button-1的click的 就这个最简单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哦 这是整个这个frame 对不对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上面点击好了 因为它本身frame是没有command的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就出来了 button-1的collected click的 是不是就实现了 对吧 所以 那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为什么是这种写法呢 对吧 第二是它 第三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里头其实蛮有意思的 它为了去定义我们的这个绑定的有哪些事件 它其实把我们的事件做了一些规范的这样一个处理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事件呢 我们看一下右边我给大家罗列出来的 button-1就表示 是点击左标 呃 就是这个左键 然后这个呢 是表示button-1左键的这个移动啊 这个是什么button-release-1 就是左键的释放 double button-1就是双击左键 所以你看到没有 其实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 我们去设定这个事件 而不是说我它不是用一个枚举或者什么的啊 对吧 那不像我们在别的事件里头 我们都会用一个枚举在别的语言里头写这种 这种就是事件类型的时候会用一个枚举 但是在python里面 我们好像就没有这个东西 对吧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python好像并没有跟我们说它有枚举这样一种数据类型 所以这点是不是比较讨厌 所以它就给我们定义成了这样的一个约定 enter呢 就表示OK 按回车键等等啊 等等 enter还是进入 leave是离开啊 还有return的话就表示按回车键啊 key的话就表示按任意键 所以你会看到是这种方式来去定义我们的这个事件的 都包括得到焦点和失去焦点 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不是蛮有意思的 对吧 然后所以我们就知道 哦原来button-1就代表这个 那button-2呢 鼠标右键 button-3呢 鼠标中键 当然现在有的鼠标是没有中键的 所以你左右键一起按 也是button-3 那这些东西我怎么会知道在哪呢 官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好吧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event事件它又是有哪些属性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x属性 y属性 比方我们点击了一下 现在你到底x轴是多少 y轴是多少 还有xroot yroot等等 还有char 就是你如果是输入键盘 到底输的是什么字符 对不对 到底输的是什么字符 还有很多其他的 包括宽度啊 高度啊 还有事件类型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去描述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完善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不用这个print了啊 我首先呢让当前的这个frame frame啊 然后我给他得到一个焦点 就是在每次点击之前 我给他得到一个焦点 这是一个系统函数啊 直接就frame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打印什么呢 打印click的 at ok 然后at什么呢 at 一个event这个对象有个x 我就得到他的x轴数据和y轴的数据 对吧 event刚刚外 这样子我们给他打印出来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嗯 运行一下 点击 给大家看 是不是 我们就得到了他的实际的x和y的这样一些值 是不是很有意思 各位 那好 那我们这个就实现了 那我们能再稍微扩展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事件呢 比方说我再写一个 叫key吧 event 然后print一个什么呢 print一个表示你 点击了 什么什么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用 这是一个函数 就表示通过把那个字符以ask吗 这种方式给他打印出来 但你可以也可以用那个sg 也可以用sg 这个都无所谓的啊 所以我用ripper ripper 然后event 点 chart 我说了event实际上是有个chart这个属性的对不对 好 那在哪里去调用到他呢 在哪里去调用到他 那我在这里再增加一个绑定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事件应该是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是我们所说的key啊 还记得刚刚给他说的 然后调用的函数也是key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ok我在这儿我现在开始敲键盘了啊 我输几个字母吧 a b c d e f g 看到没有 是不是他直接就打印出来了 就蛮方便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得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些事件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方式 怎么样通过绑定的方式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事件 ok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我刚刚说了还有一种协议的方式 就是protocol protocol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如果通过协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玩呢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窗体当我们在关闭它的时候 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他能够弹出一个对话框的 就是如果这个窗体我们要进行关闭 那我希望说他能够弹出一个对话框 那我在这里去给他加一些东西好吧 那加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root.protocol 通过协议去监控一个什么监控一个message 这个message也是系统提供的啊 我们可以去官网查 待会我会带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址 叫windowsmanagerwm的缩写啊 就wm是他的一个缩写 managerdelete删除window 删除window 然后呢 他调用一个叫closewindow函数 这个当然是我们一个自定义的回调函数啊 然后好我们去把这个回调函数给他实现一下 def closewindow 哎呦这个地方都该缩紧啊 closewindow 然后 然后干嘛呢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判断 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到一个对话框 这个后面我会介绍到 这其实就是如何去弹出一个对话框啊 我现在先用好吧 我先用一下 呃 我这有 这有很多这个吧 我把它放在这个下头 tkenter的下面 import tkmessagebox 就是调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对话框 然后 我看看代码先哪去了 啊这 然后我们就用一下 如果tkmessagebox.ask 就是问一下 问一下 ok or cancel 是否要退出 这个 如果你退出 对吧 然后他的正文是 do you want to exist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如果这个为true的话 则我们退出好吧 destroy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点一下 你看就弹出一个对话框 问你是否要退出 点ok 退出 好 你妈的 然后这样子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所以基于此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实现tkenter这样一个事件了 就三种这样一个方式 那有的人说 哎 桑蒂在哪里去看官网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在官网里面 我们相关的一些文档里面 这里就会有事件和绑定 所以在这里面去进行相关的查询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我教给大家这些内容 我自己也没有买书 我就是在通过网站自己来学习的 好吧 好 那关于他的事件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给大家练习一下